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征病患在康复后一年出现长期健康问题的几率比冠病康复者高 泰国政府向部分地区发布严重洪灾警告 大约3万户家庭受影响 澳大利亚启动新法允许员工下班后 有权拒绝查看工作电邮、简讯或回复雇主电话 无需担心因此受罚 唯利雇主可被罚款 以上就是5点的快报60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